主席 引起新的爭拗和新的問題的出現 主席這要追溯到九十年代的時候 當年的立法局 廣英年代的立法局 就回王維執堂的問題 作了一個法律的處理 用法律的形式 重新更改了長洲集體官批的控制權的問題 令王維執堂作為集體官批的土地擁有人 或者管理人的角色受到這個改變 這個改變其實某程度上 都改變了整個長洲的地區 特別是原居民的關係 特別是涉及到土地管理上的問題 當時立法局有一個小組 我自己是當時議員會的副主席 鄧兆堂就是主席 譚耀宗議員也有份參與 當時七人的參與裏面 現在只剩下兩個人 有關長洲和維執堂的問題 其實和今天討論有關鄉村代表選舉 是有個直接和必然的關係 我會詳細解釋為何會這樣 因為剛才我聽到有些議員說 一些關於原居民選舉方面 或者鄉村選舉方面 有些概念和邏輯上 是可能未能夠釐清 單單從這個字面的演繹 說是否鄉村 其實和那個條例的精神 或者是原居民代表的選舉方面 是有一定的差距 基本上如果大家看回原居民的組織 總之你1898年之前 在這個新界有一個群居的模式 某程度上已經是一個原居民的組織 這個和所謂虛 譬如很多地區有大埔虛 有虛鎮是有一定的分歧 因為虛鎮的形容 就是人們早上拿東西去賣賣後就回家 即不是一個固定的聚居的地方 所以虛原則上 就不可以成為一個原居民 所謂的鄉村一個集體居住的地方 但是虛有時會變成一個居所 如果在1898年之前 這個虛已經形成一個居住的地方 又有某些程度的選舉 其實這個虛已經可以成為一個原居民 所謂的鄉村 剛剛早幾年 立法會進行有關另外一個鄉村條例審議的時候 我是成功地 學民建聯這樣說 成功爭取 最厲害的了 很多人都不相信 是大舊陳偉業幫這個元朗區 成功爭取 進去這個原居民鄉村的 當時我一手一腳和民政局談 最後說服到很多議員 和政府 最後把元朗區 即是元朗西鐵站旁邊 一個很古舊很美麗很獨特的 所謂的虛鎮 正式納入 原居民鄉村選舉範圍之內 正式成為百多個元居民村的其中之一 其實原來一樣 他都是叫大埔 他都是叫元朗區的 和所謂某些人批評 長洲不是一個鄉村的說法 即是類似 其實你看看長洲和梅窩 不差很遠 梅窩也是一樣 但是梅窩是有大街 也有很多村 隔一條行已經是另一個村 也有不同的鄉市組織 也有不同的代表 有原居民的鄉村正式的組織 所以說隔一條街 不可以做這個獨立的鄉村 這個廢話來的 整個新界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隔一條行已經是另一個鄉村組織來的 你這個的 這個的 梅窩是 你這個的 我相信元朗很多鄉村都是 你去到這個的上水 大埔 沙田或者去到 這個的 貝奧 貝奧也是的 貝奧 貝奧隔離 大圍也好 另一條村也好 隔隔馬路就是另一條村代表 所以 你說那個地域性 有一點點環境過了些 不可以成為另一個獨立的組織的話 這個是違反現時的實際 即是那個情況 那講返這個長洲的問題就是 其實在這個 九五年 我不會在九五年九六 當時立法局 通過 有關的法例 取消這個黃偉側堂的集體官批的時候 其實應該還回這個黃偉側堂後人一個公道 就將這個黃偉側堂 或者當時長洲的組織 因為其實黃偉側堂也都有不同街道的 因為它是用自己的房 用自己的關係 是每個地區成立自己的代表組織 也都有私理的 很多原居民組織都是用私理形式的身份 黃偉側堂也是有不同街 有不同的私理 透過選舉產生 但是它就不是用鄉村的名義 它可能是用唐的名義 所以實際上 他們一八九八年之前已經在這裏居住 也都有這個正式的選舉的組織 也都有正式的私理 也都有正式的權 它的權還大了很多原居民組織 因為它基於清朝的封印 即黃偉側堂本身的土地 那個話事權或者話語權 是強過了全新界其他原居民的組織 所以為什麼當時黃偉側堂的後人 或者當時在九十年代 當初通過條例的時候 當然黃偉側堂方面 是全力反對當時的法例的通過 而當時也沒有提出 你既然取消了我這個集體官批的管理權 那你不如將我立位進入這個原居民的組織 其實如果當時這個問題一併處理 是較為合理和公道的 但當時黃偉側堂的後人也沒有提出 因為事實上 他們自己覺得他們是長洲的正式 不但是原居民 他們是長洲的地主 因為清朝的封印 令他們有很特殊的地位 這是歷史問題 但是如果你要純粹從這個 鄉交代表選舉的法例 和原居民的組織 那個原意 你同不同意原居民的特權 是另一個問題 人民力量是反對原居民有特權 我們是反對丁屋發展 這方面的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純法例的原則性 公平公正合理性 和尊重歷史裡面來講 其實長洲應該是兩批人的 因為這個鄉村條例 有原居民的組織 有非原居民的組織 現在的鄉市委員會 所謂長洲的鄉市委員會 我相信絕大部分是非原居民 非1898年之前已經居住的市民的後人 所以他那些並非原居民的代表 而真正原居民的代表 在長洲來講 黃偉則躺的後人 應該就是百分之一百 就是原居民的後人 他們都有了俗譜 有了證明 有關他們的存在 以及符合鄉議局和民政局 達成協議 什麼叫做原居民的鄉村代表 其中一個的準則 就是要證明他們是有正式的選舉的代表 而這個選舉的代表的存在 不但在立法會通過條例之前已經存在 其實在1900年代 初期和1898年也有證明他們是有某些選舉的制度 是選舉他們黃偉則躺 即是本身的代表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歷史上去看 長洲黃偉則躺有關的組織和運作模式 比現時新界很多已經被定位 原居民村或者代表的歷史和民選的成份 可能是更加強 因為你看很多現在所謂的原居民的團體 其實有些是經過搬遷的 那裏搬過那裏 即是現時所謂原居民的村 已經是並非1898年之前居住的地方 不要說1898年 有些是近三四十年至搬去某些地方 所以你看回長洲的情況 這一班的居民 1898年之前 他們的祖先已經在這裏 那還不是原居民 所以今天這個條例 某個程度上是未能夠真正處理了一個歷史的問題 而基於這個缺陷 是不公平 也不公正 也都對這一班真正的原居民不公道 所以人民力量 在這個異讀 我們是會反對這個異讀 所以我早前也和劉皇發議員 都再談回黃偉德堂 即是和長洲的特性 其實應該盡快 鄉議局和黃偉德堂的後人 盡快大家開會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你要說服民政局 接受黃偉德堂 成為長洲的原居民的代表的話 必須要鄉議局的接受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 是複雜化到無論的 複雜化的理由就是政治的問題 是不是 現在所謂長洲鄉市委員會 這班 我相信絕大部分 並非真正的原居民 這一班聲稱鄉市代表 根本和黃偉德堂是細成水火的 即是在政治上是絕對對立的 我現在做了長洲的鄉市代表 雖然我不是真正的原居民的後人 但是我做了長洲鄉市代表 我現在做了山寨王 是吧 土豪惡霸 哇 你現在要取奪 痴跌我的代表性地位 是吧 要回去九十年代之前 黃偉德堂當時的領導地位 你叫長洲鄉市委員會 這班人肯放棄的話 可以說是癡人說夢話 所以基於這個政治的理由 這班人大部分是民建聯的親信 或者是民建聯的盟友 有這個立法會第一大黨的民建聯做靠山 即是 林大輝議員不想和我這麼接近 我清楚知道我政治的定位 和你真的要遠離一點 主席有關這個政治的問題 喂 你現在這一班人 長洲現時這班的地區領導 是吧 有這個的民建聯做靠山 全力支持 亦都透過選舉 長洲鄉市委員會 連年都幫民建聯的區議會 和立法會選舉 是吧 這個是政治的互相利益 互相輸送利益包庇 基於這個利益包庇 連歷史都可以抹殺 是吧 是吧 剛才我講的歷史 誰可以 即是否定 是吧 有很多其他的民建 是充分證明 這個黃偉執堂 那個原居民的身份 是無可置疑 而作為一個群居的集居地 雖然未必有鄉村 有部分民建有鄉村 有部分民建沒有鄉村的字額 但是那個群居的事實 是無可置疑 我相信 在民建聯的保駕護航 在民建聯的包庇情況之下 我相信黃偉執堂的後人 要拿回的公道 可以說是極為困難 但是我希望其他議員 特別是其他非民建聯的保皇黨的議員 是要尊重一下歷史的事實 為 當然 正如剛才我開始所說 我們是反對整個原居民組織架構 即是那個特權 你根本九七回歸之後 應該已經沒有分是原居民 但是既然有這個條例 你這個條例是一事同仁 尊重歷史 尊重有關的人士的關係的話 我們就應該今天 大家應該是二讀 反對了 這個 讓他這個條例 是能夠 即是 不能夠落實 逼使民政局 這個問題 是重新開啟這個討論 是還回歷史一個公道 還回長洲真正原居民一個公道 成功